大家好 歡迎回到 How can you do that? 浩浩的一週挑戰 上次的挑戰 花式溜溜球 我給自己的標準 因為失敗的原因是因為我的標準太高了 但對觀眾來講是上一次失敗 對我來講是剛剛失敗 下午挑戰溜溜球晚上就來做今天的挑戰 也就是說我是帶著那股剛剛才失敗的不甘心 繼續我們這週的挑戰 那這週要挑戰什麼呢? 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我們來公布這週的挑戰 我們這週要挑戰的是 拔刀刀 撒撒 How can you do that? Yes, I can 那我這次的挑戰內容呢 是我要在一週之內練習我們的拔刀刀 然後把我們的榻榻米這樣 撒撒撒 砍成三半 觀眾朋友們我們這個系列究竟我可以獲勝嗎? 我不知道 但我們要宣布這週的懲罰跟獎勵 也是一樣呢 如果我習得的技能成功了 那我就可以得到我相對應的獎勵 那如果習得技能失敗了 我就對不起公司的同事們 我就必須要幫公司的同事們做一件什麼事情 那我們這週的獎勵呢 如果我挑戰成功 我的同事們就必須推著我 拉那個人力拉車 然後就還我們台北市這樣一圈 也不是台北市 哇好累 某一區要某一圈這樣 我就坐到上面這樣 喔喔喔喔 快一點喔 快一點喔 那如果呢 我才這樣 如果我失敗的就是反過來 我要拉著他們三個這樣 那他們三個這樣 啊快一點喔 這一週呢 我們的懲罰與獎勵就是 人力拉車 哈哈 我很期待 好就這樣子我準備要去換裝啦 好 波波 有時尚 南面什麼 南面三面三面 來… 走走 把褲子脫掉了 喔現在脫了 我是被職場性騷的 是 是 是 沒有 沒有 Samura Chen 今天 你 信じれる 哈哈 是這樣講嗎 你已經死了 死了 死了 而且你是欣賞 欣賞 不是欣賞 欣是英文 親親親 我這週要挑戰的是 拔刀刀 拔刀刀跟劍刀有什麼不一樣呢 劍刀就是 拿木刀這樣 那拔刀刀呢 他們是用真刀 聽 從小到大只有在動漫上看過 欸現在小朋友 你們是不是看過鬼滅之刃 小時候 哥哥我 那時候是看神劍闖江 叔叔 叔叔我 在看神劍闖江 天翔龍山 舊頭龍山 這週呢我們的挑戰 是我要挑戰拔刀刀 訓練拔刀刀刀 然後把那個刀草這樣 插插插 看成三半 這就是我這週的挑戰 可以嗎 知道 那我們就先歡迎我們的老師為我們示範 刀刀 我覺得很難 最難應該是 真刀然後這樣 收起來 我會不會收起來大拇指又不見了 好怕你 但他沒看耶 對他講 我再也不能比讚了 我之後老了跟去旅民出去玩 我也不能比讚 那我們現在歡迎我們的 現在非常緊張 現在歡迎我們的拔刀刀老師 陳永龍老師 老師 老師 老師好 老師那我今天就要跟你請教 這個拔刀刀的 不管是拔刀 收刀 還有揮刀的技巧 拔刀刀一個 卡瑪的形 是 首先 雙手 穩定的握住刀 是 左手手指 推開刀二 輕輕的把刀 往中間 你自身的中心 順勢把刀 拉出來 這個刀的柄頭在 肚臍的 一致一個半拳頭 是 這個形就是中斷垢 是 來我現在再教你拉刀的方式 好 將刀 舉到水平 是 用你的右手 將刀 往右邊的水平的方向拉 左手 握住刀的翹口 翹口 食指跟那個拇指 再做一個翹口 所以這樣變橫對不對 對 我跟他這樣拿出來之後 然後呢 你的 左手 往你的肚臍的前面放 對 刀的 刀跟這邊的地方 對 靠在你的腹口 對 雙手 兩手一起動 對 一手往前 這一手要往後拉 往後拉 刀翹會跑到 喔 很後面 對 有沒有 刀翹會跑到這邊 好 我練習看看 嗨 嗨 嗨 有嗎 那老師 繼續練習 繼續練習 好的 老師不好意思 收刀的話 虎口可能會被割到嗎 動作錯誤的話 是會被割到的 因為我看柯南有一集 兇手這邊 就有一個 不是兇手 有一個人這邊就有被割 然後柯南就說 你是不是有在練劍刀 所以他就很爛 那個人是很爛 所以他這邊才會受傷 老師那接下來跟您請教 如何斬擊 雙手握劍 是 左手出六分的力量 左手還比較多 對 右手出四分的力量 是 左手把刀往前 舉到你的頭頂 是 我教你架殺切 喔 斜斬 喔 左右架殺 再舉到頭頂 這個刀柄的柄頭 對 還是在你的肚臍中間 這是不對 斬下去的時候 身體不要往前傾 直接蹲下去 斬下去 對 對 身體不要往前傾 對 肩膀不要往前傾 對 肩膀不要往前傾 欸 有那個腹聲耶 不帥 喔 老師這個 這個骨頭有點好痛喔 嗯 因為刀會這樣卡到對不對 那是一定的 喔 那請問一下拔刀到 有競技嗎 有 雙人這樣砍的 沒有 行的競技 兩個人一起出場 是 做同樣的動作 評審去評分說 誰的動作做得比較標準 喔 氣勢做得比較好 喔 我以為拔刀到的比賽 只會有一個人 走出比賽會場 歐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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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錢不還 還錢 樓敲 再低壓 排桿上的暗電鈴 喔 不是 那不是我 那不是我 功課還不寫 劍尖停在胸口的高度 喔 架殺是 往下 往下 劍尖在你胸部的高度 胸部的高度 對 在你自己胸部的高度 攢面 試試看攢面 攢面就站立 對 你看這個格子喔 三十公分 對 三十公分 六十公分 剛好前後一格 對 轉過來 阿腳跟轉身 身體轉 肚臍的高度 好 再低一點 這樣 蹲下來 OK 這樣子 不要飄上去 好 喔唷 對 對 身體轉 腳跟轉 對 左腳轉 不是蹲下來 站起來 是鼓勵 讓它這樣轉 對 對 就這樣 對 手不要飄出去 手要縮著 一個刀 是 右手拿 右手拿 左手先拿著 刀認對自己 刀認對自己 OK 然後左手 左手 從這裡刀的底部 折過來 折過來 換手 換手 要先做 是 要面對前面 然後把刀 轉過來 右手 從這邊交叉 去抓著 整把就抓著 OK 正面喔 你數1 1 2 3 4 近禮1 停2 3 起來是4 5 你看 1 2 3 4 5 然後再轉過來 手這樣轉過來 左手全部都抓著 OK 好 左手往前推大約 1 20公分 左手扶著 左手扶著 然後再轉過來 後面大約5公分 一樣 1 2 3 4 5 OK 好困難喔 而且我覺得最難的是 因為老師說 我現在呢 技術還不夠純熟 我無法使用真刀 進行訓練 也就是我下次是第一次使用真刀 也是我直接的挑戰 你看 人力推車 所以我這一周回家 我要每天在家裡面這樣 對啊 你要在哪 你要回地龍 你在大地龍 哈哈 喂不好意思 那請拿去嗎 應該只能在頂 那請跳 好怪 下一步就是這樣 沒有沒有 揮斬擊的時候 那時候我可能用木刀 但是我拔刀 剛剛我們取得老師的同意 老師答應我們 用真刀試著砍砍看 不拔刀不收刀 因為拔刀收到太難了 我現在就是 這個菜椒啊 不太可能做這樣的動作 所以我現在拿真刀 試著拿真刀 砍砍看這個瓦刃子 太緊張咬了手頭 砍看這個瓦刃子 看一下我能不能成功的 啪啪啪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大概你要抓距離的話 這個地方是我們轉的地方 好 大概肩肩下來10公分 大概到30公分這邊 大概站在這個高度 好 往左邊切的話 是 你的右腳是必要在前面 對 這樣是有危險性的 喔不要這樣子 對 這樣才是對的 喔所以往這邊砍 就是 身體就是順的那個方向 架砂大概就斬這邊 對 就 面 架砂 你就斬兩張 好我試看看 這邊都退喔 都退喔 小心齁 安全第一 沒問題 那重量是 很沉啊 對 安全第一 刀要握緊 來囉 會痛嗎 好難喔 失敗 欸欸欸欸 老師為什麼會這樣 角度 角度不對 你刀沒有握緊 它就變這樣 喔 你沒有一去 像第一刀就很漂亮 對 一去就把它 換下去 對 那老師我能再挑戰一次嗎 對 你就大概 這裡不要砍 砍這個高度 上面一點 對啊 刀要握緊 好 對一點 不能得意 好難喔 好難喔 我以為就是哪一把刀這樣插插插 是有多難 沒有 齁 難怪 難怪 這是指板 榻榻米 更難砍 對耶 我忘記我的挑戰是稻草 所以老師要讓我再讓我試一次嗎 好 好 敵人的血肉在我的刀上 老師這樣算失敗嗎 是還好 是還好 把刀交給我 好 把刀拿起來 是 刀要交給對方的時候 刀刃請朝自己 哦 禮貌 跟打剪刀一樣 對 刀要給你的時候 就是這樣 啊 來 對 哦 這個長姿勢耶 嗯 謝謝老師 我覺得這個 這個會緊張耶 我真的很怕 把刀子出去 啊 砸中 好啦 那就這個樣子 我這隻歐 不好過 加油 好不好 好 一週後見 爸爸 今天自主訓練第二天 老實說我在家裡可以綁腰帶 當作 當作我的那個 蠶的那個布 那老師有借我一把這個 假的這個鋁刀 沒有開封過了 所以 練習起來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我現在趁 家裡沒人 在家裡趕快練習一下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在家 練習這個有點危險 那我們今天就來練習拔刀 跟收刀 Let's go 大家好 今天是一週挑戰 第三天 好像雙手 開始在酸痛了 我覺得練這個 拔刀刀 它最酸的是手臂 上面這邊 對 我覺得這個挑戰 真的有點困難 因為真的不知道到時候 斬那個稻草 到底是什麼樣的 硬度 所以就只能針對基礎的動作 一直去訓練 加油 那這幾天呢 就繼續練我的 蝦沙展 還有的面展 哇 帥 大家好 今天是 測驗的前一天 明天就要測驗了 那最後一天呢 我決定要來做假想的練習 我覺得這個敵人要越具體 可能越有用 假裝好了 假設好了 假設之後 我的小孩子去學校被欺負 齁 喔 喔 這個不行 我每次只要一想到說 做我小孩 之後去學校被人家欺負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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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adding 不然我就假裝我的假想敵 就是 學校欺負我兒子的 的那些 惡霸們 加油 我們進行今天的 假想敵訓練 let's go 知識就是你 欺負我小孩 我忘記了,馬步蹲錯了,不好意思惹爆,我再來一次 看還敢不敢在學校呼作非為 之後不要再欺負我小孩了,好不好? 今天這幾道算是給你一些小小的教訓 同學叫什麼名字?俊瑋嗎?俊瑋 也在學校乖一點,離我小孩遠一點 再這樣子的話,我讓你永遠不知道什麼叫陳柏的 好,就這樣,今天的假想離訓練結束 不知道明天我OK,我現在身體真的很痠痛 究竟這個系列我可不可以成功過一次? 不知道,我希望可以 但我覺得這個飲一次呢,可能不會在巴撈道這關影 因為巴撈道真的好難 好,沒關係,量力而為,好不好?就這樣,準備去挑戰啦 Let's go 你先撐道嗎?先撐道 謝 好 好 試砍幾個 好重喔 很難有那種呼的聲音 這招最可怕 好 好,來喔 真刀收刀 好緊張喔 等一下再一次 慢慢來 好,沒問題 慢慢來,手不要割刀喔 好,沒問題 手不要去摸刀刃 好,OK 好,那我來試砍看看 心裡有充分的準備 再來 好,OK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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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喔這個這個這個塵這個油 師傅我剛剛哪裡還需要修改嗎 我覺得看到最大的缺點 身體不要往前傾 喔身體不要往前 我對我下一次我想要往前 因為你練習的時間不久 切口是可以的 啊啊啊啊 對切口是可以的 但這把真的有比較好砍 因為它比較沉 但因為它比較沉所以比較重 所以需要點力氣去掌握它 接下來要進入我們的 這週的終極試驗 斬面 斬加沙 斬通 就是肚子 三刀不能失敗 最後順利的收刀 就完成這次的挑戰 如果沒有我就打包回家 就拉著V子 希望不要 那直接進入挑戰 來吧 走吧 來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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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我以為第三個一定會 銅斬是最難的 真的 我以為銅斬最簡單 以物理學來講 銅斬是最難的 主力最大 對 因為我剛剛在砍那個 紙板的時候 我以為銅斬是最簡單的 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 紙板跟榻榻米 不一樣的地方 我第一個是不是就失敗 第一個好像 第一個是不是好像 角度大了一點 第一個幾個失敗 是ok的 是ok的 斷面漂亮 可是標準還不夠 要再上面一點 這是我們練習的時候 我們都要對這幾個 我們規定的地方去展 這也是我們練習的 所以我剛剛展太下面了 他可能在這邊 老師你們說還有 還有再多準備一捆對不對 對 再讓你挑戰一次看看 再讓我挑戰一次 上述一顆 是 請加油 請加油 這再輸就沒有藉口了 三 三 四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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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經到了 教練 還是一樣 出力不夠 好難喔 不簡單耶 真的不簡單耶 跟剛剛差不多耶 所以我的實力大概就是一半 我日後有時間再來挑戰 希望可以我們同在 心裡莫想 今天辛苦你了 辛苦你 一 右腳二 二 三 右轉 就直接退場 喔 退場 可是我們退場去 跟這把刀說謝謝 雖然我今天失敗了 但是謝謝他 至少讓我成功看了兩刀半 謝謝你 我把他取個名字好了 暴烈龍牙刃 你知道有龍嗎 龍一定要龍 我就知道有龍 好不要 暴烈一文字 謝謝你 我的暴烈一文字 SR SR很爛 SR很爛嗎 SR很爛 暴烈一文字 Max 謝謝我的暴烈一文字 Max 我向你還給老師 要想我 刀刃對自己 好 辛苦了 辛苦了 謝謝老師 好玩 之後再來 找我的暴烈一文字 Max OK 不要在那邊拉人立車 不要拉 現在 現在小姐要去哪裡啊 我想去中山站的一間 不過橋喔 那個 不是你要去郵局也可以啊 超近 好啦 我們那個 懲罰的路線呢 我們再 再研討一下 我好像都已經內建自己 已經本來要懲罰了 我不行 我下週了 我先不講懲罰 我先講獎勵 講獎勵就好 下週的很讚 下週沒有 下週我不可以失敗 下週的懲罰太 太太太太太可怕 好 那我們就下週見 下下週見 睡吧 來 大家好 懲罰時間 好 套路上要帶我們的觀光遊客內 去遊我們的士林區 士林區 雖然說是士林區 但是是在我們公司的附近 公司的附近一些景點 帶我們的觀光的遊客 一起去體驗我們這次的行程 最後買個小甜點 然後我們再回去我們的那個 Oke様的公司內 嗨嗨嗨 嗨嗨 我們的生理車已經到了 那我們有請我們今天兩位苦主 不是 兩位 很擠欸 兩位我們的遊客來 會不會塌掉 請上車 欸我剛剛拉那個 我想說我們好險沒有上下橋 會死欸 等一下 我想上車 只有懲罰的是你們 啊 救命 不是輪胎可以 我有留一半給你 我們擠一下 好 我擠一下 Oke様啊 我們要準備出發囉 我們日 好 我們出發 來 我們要過馬路囉 過馬路了 來 媽媽 我要回家 媽媽 我叫什麼 啊 行人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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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什麼 Gimerson 台灣咧 行人地獄 你們還想去中山區啊 這邊就快受不了了 我覺得我們是客腳館 我叫什麼 Cocoa 我們第一站 我們客腳館 謝謝 謝謝 客教官 Oke様哪裡來的咧 台灣 台灣 台灣有一個那個 YouTuber 好好捏 跟你長很像 真的嗎 真的 很多人也說我們很像 很帥 沒有沒有 還好還好 你覺得我們兩個重嗎 致命問題 很重欸 很重欸 不需要給你們留什麼面子 會累 而且我一直以為是這樣推 欸沒有 他是這樣撐著我用身體去 我是用 這樣子 哇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怎麼覺得沒有享受到 我 很好玩欸 台灣的迪士尼 台灣的迪士尼 再來是 Starbucks 讚欸 你們台灣有Starbucks嗎 就快點 就這個 我們 不是我們設定在日本 我們在日本 你們是台灣來的 台灣也有 台灣也有 這種就說去日本玩 也是這個樣子 他要一直想話題這樣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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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苦力就算還要想話題 好 我們過得了嗎 我們過得了嗎 可以 那個開完那個閃紅的 這個盆栽會卡到 這個盆栽會卡到 不會不會不會 我技術很好欸 30點的經驗 你還好 我有點 小暈 好吃力 好吃力 師父好吃力 接下來來到我們那個 我們今天的終祭點 我們的那個 早午餐餐廳 早午餐餐廳很多人 好慈喔 等一下是 客人要自己去買 沒有沒有 怎麼公費都補了 我要一個炸魚薯條 雪蟹班尼迪克蛋 這次的行程目前還 so far還滿意嗎 滿意滿意 滿意 第一次這種 在客 還是老闆要付錢 還是老闆要付錢 那我們等一下打好我們的餐點 就可以準備回家了 好 很開心要跟大家說拜拜 趕快結束 趕快結束 來 我們繼續 不是繼續 準備要 剛剛有偷吃點東西 沒有 沒有 好像越來越習慣了 有一點 Let's go Let's go 要回家囉 來 行きましょう 下次還會再點你 要子民 沒錯 謝謝 謝謝 子民的浩太龍 好 要子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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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次可以指定去中山區嗎 或是信義區 喔 不瞞你說耶 我做到今天而已耶 沒有 我覺得之後的挑戰 如果你想不到懲罰 應該還是這個 又出動 老闆又把我繳回來 對 對 對 在我們的 Ogiasama的左手邊耶 是 陽明高中耶 是 陽明高中耶 欸 不是四三喔 四三是前面 四三前面 你們兩個在這邊這麼久了 有一個Ogiasama在這邊住了20年耶 來 Ogiasama 我們到目的地了 Have a nice day Have a nice day 啊 Enjoy your trip 怎麼突然講英文了 嗨 嗨 嗨 那個國際語言 國際語言 那我希望大家享受我們今天的旅程耶 很開心要在這邊跟大家說掰掰 那謝謝今天大家啦 看到最後 好吧 那我們下一集見 我要去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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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掰掰 YOS YOS